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來到這個Ultimo的New Life 之前都拍過很多次 今天拍這個單位就是C307 一會兒也會拍到另一個單位 那個單位就會有Promotion 很快去拍一拍這個單位 主要這個是兩房的單位 這邊就是我的右邊 就會有兩間房 就是一間客房和一間主人房 其實它的位置其實蠻好的 在這個也不會說CBD 但是它在CBD的邊位 Ultimo 它去Fish Market 或者去Chinatown 全部都是一個站兩個站的市 其實這裡走過的Light Rail 就大概一分鐘左右 兩分鐘如果要計算過馬路 Strata也很便宜的 之前我也拍過 但是這個是不同單位 那看一看 它的Kitchen其實很闊落的 你看到它那個Bench Top 是超巨型的 OK 就是這個Size 它都很仔細 很detail 都做了些櫃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進來 其實這個雪櫃位都很大 如果你問我 可不可以Full Size的French Door雪櫃呢 我覺得不行 但是小型的OK 那 那 拍一些細節 其實都是什麼來的 那 四個爐頭 然後下面有 這個 焗爐 洗碗機 在這裡 全部內置了 你看到 全部都用回同一個色調 下面有位置放微波爐的 那 裡面有一個電鍵 那 那這裡就是 Storage 那上面都很足夠的 已經全部都有 所有的Storage 那這裡就會是一個 洗衣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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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也是 內置了在櫃裡面 那我這樣拉出來 洗衣房就在這裡了 然後呢 來這裡 拉回去 那 拍完就 完美了 但是 不會看上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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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講一下 因為這間是Display 那但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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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的桌子都看得出客廳的闊落 真的不會說很緊迫 不會說很有壓迫感 所以我覺得OK的 梳化我覺得就OK了 這個尺寸你兩個人 兩座房間或者三個人 其實這邊有梳化 這邊有梳化其實OK的 不會說什麼大張桌子 我覺得真的 你想想如果擺一張玻璃的圓桌 其實這個廳會顯得出更加大 其實舒服的 整個感覺 外面也是蓋子 它是一半的 看到嗎 這裡是玻璃 這裡就是這些櫃欄 因為如果你整個客廳 抱歉 整個階層都是這些的話 感覺就好像在坐牢 所以它用了一個一半一半 因為如果全部是這個高度的話 可能會沒有這麼高 所以一半一半 OK的感覺 外面也可以擺到一張很舒服的桌子 然後 出來喝咖啡啊 環境很好 而且不怕下雨 即是不怕凸雨 其實現在下雨 今天 是看到地下濕了 全部下雨 但是 是 這裡是乾爽的 OK 那我看見了 這一條路其實是一條小路來的 你看到都是oneway的 只是可以走那邊而已 那全部都是一些人不怕車啊 所以這裡是很安靜的 那對面就是一些 舊的 apartment 那但是 overall 是很leafy的感覺 是 很綠色的 基本上是 沒有斜的 但是想想想 你是ultimo 是一個 這麼繁忙的地方 它這些就是叫做 旺中大靜了 你一個這麼方便的地方 China Town啊 Fish Market啊 Star City啊 The Star 全部都在 你隔離 但是都有一個這麼安靜的環境 所以 不錯的 還有它那個 Strata 也都不貴 那很快去拍了 啊 裡面了 那其實客房就 Standard了 OK 那這個就是客房 那其實你看到它是放了一張 雙人床的 這個是雙人床來的 這個是雙人床來的 不是green size 但是它都還有空位 可以放到 這些床頭櫃啊 所以OK的 它那個size其實是 不錯的 還有有櫃在這裡 那櫃我就不多拍了 就Standard的了 就是這樣 然後就來到這個客廁 那下一次 那下一次也是 中規中矩 那個size 不算太小 不算太大 OK 那但是它的finishes 是不錯的 就是你看到它用那些 色調 是pretty good的 那這個進來呢 就是主人房那個廁所了 那我就會覺得這個位 你摘了一點點 這個位 但是都行到的 不是說行不到 你看到我 我行到的 但是我摘了一點點 因為它 真的想fit個浴缸在這裡 那fit個浴缸 就代表空位小了 但是 它都manage到的 OK 那這裡了 就會是一系列的入場櫃 那櫃我不開了 那入場櫃之後 就來到這個主人房了 那主人房其實那個size都ok的 實用咯 夠用咯 因為這個 這個都是double bag來的 但是它那個外面 是一個queen size的size來的 那但是都是 對的 可以叫做夠用咯 你不能說它洗 那所以ok的 那 sorry 主人房 看出來就是這個露台了 那其實是很decent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留意著我的channel 每天都會有不同的新片